廖老大的加盟飲料到底能不能做 這支影片不管你加盟哪一個品牌 我認為你都應該把它看完 用賺錢好難的角度來破解加盟的這個商務模式 以及加盟有很多黑暗以及陷阱的地方 記得把影片看完喔 YO 學者們大家好 我是法帥 我是真妮 那我是一個在加盟協會生根很久的企業主 那真妮呢是一個吃貨 上一集表現得非常好 喝飲料喝得很棒 我也認識非常多加盟品牌的企業主 不管是企業總部還是加盟主 那我們今天就來聊聊廖老大的加盟飲料的品牌 到底網紅開店是有真的實力呢 還是只是趁一波熱度而已 那我們要首先先了解這個品牌的原油 你知道為什麼會有這個品牌嗎 我不知道 好 對 你連廖老大這個人是誰都不在世對不對 不知道 好 因為你不是他的TA 那會有這個品牌是因為 廖老大他本身他去加盟一家叫做一方 賠了非常多錢 當然這不一定是一方的問題 有很多因素在裡頭 那他這個點呢就位於這個領東科技大學下面 那他當時就賠了很多錢 那他看了報表之後他發現就是賠錢的原因 都是一些原物料啊 還有一些一方的政策讓他沒有辦法賺錢 所以他就想說自己搞 來破壞這些原有的加盟體系 他們運作的方式還有遊戲規則 破壞規則的目的呢 是希望可以降低這個營業的成本 我們先可以從這個總部發布的消息 來窺探一二 那他在他的粉絲團呢 5月9號有公佈一個加盟的一個方式跟規則 有幾條規則 然後我們可以從這些公開資訊呢 去探討到底這個品牌能不能加盟 首先第一條呢 他的加盟金是36萬 真你覺得36萬是一筆怎麼樣的數 很便宜啊 為什麼你覺得很便宜 因為36萬通常加盟這個金額的話 好像是小攤販吧 但是你記得我昨天說要花150萬 對 為什麼是150萬 因為你要加那個你的裝潢的錢嗎 對對對裝潢的錢 第一次原物料的成本 還有第一次租房子的押金 其實大概區間大概150到200之間 對 那他加盟金是36萬 其實是相對便宜的 我們可以看一個表格 現在目前加盟金像50人 是大概要準備250萬 對 那這個包含裝潢那一些 然後清新服權也是大概250萬 那馬股呢大概300萬 然後迷克夏大概200到300萬 可不可300萬 他這個雖然有包含租金那一些 包含裝潢那一些 所以等於是廖老大 他這個品牌的加盟費用 就是大概是半價 但是這個部分呢 後面還會衍生一些其他的規則 他會影響這個價格 讓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內容 因為廖老大不只把這個 加盟金這個下修 對 那他也下修了很多東西 你看喔 其實現在在其他的加盟總部的規則裡頭啊 像50蘭是已經不開放加盟了 所以你想加盟也沒有辦法 那清新呢 不開放台中以北的加盟 然後在Coco現在也不開放加盟 所以自己選地方有一個好處就是 因為有時候開店 我們就希望說開在 離自己比較熟悉的區域 對 因為有時候就是會遇到 那個區域你不熟悉 然後加盟總部有指定說 喔我們現在只有 譬如說只有某一個地方有缺 那你只能開那個地方 有可能第一個離 離你所在地有點遠 第二個可能對那個地方不熟悉 對 但是這個聽起來是優點對不對 嗯 但是有一個缺點是 我聽起來 廖老大這邊沒有幫我們來評估這個場地 因為有些加盟總部 他會有一些營運的數據去評估這個場地 或者是這個地區能不能開這家店 對 可是廖老大聽起來這個就沒有 嗯 所以這是缺點 因為變成你自己要去評估 你開了這個點會不會賺錢 對 這個那個就會變得很複雜 後面我會再補充這一段 因為這段蠻重要的 嗯 那一般來說如果你去那種加盟 就是加盟展啊 你錢繳了齁 對 你覺得他錢可能退給你嗎 不會吧 打死都不會退給你 我跟你說你找不到點 他就叫你找到點為止 錢都一直比咬在那邊 所以我覺得這一條是 就是我們聽起來 這一條就真的也是很佛心的一條 就是我覺得他是一個 讓經營者會有一個 彈性可以去調整 到底能不能找到適合的點的機會 那這一條我是覺得真的很佛心 你知道目前啊拍了幾家嗎 我不知道 哈哈 目前確定了齁 我們地圖上查到其實只有兩家 兩家 一家就是台中那個林東科當那個總店 對 另外一個店 就是在桃園觀音 籌備中 所以其實目前地圖上只看得到兩家店喔 對 所以可以選的地方還很多 喔 對對對 實際的問題 因為他剛開始 對 因為他剛開始 等於是他等於是 我們現在拍這個影片到 他從宣布開始加盟到現在也不到一個禮拜 所以還很早期 那你覺得聽起來怎麼樣 我覺得合理吧 合理齁 不是嗎 不合理嗎 沒有不合理啦 我們可以看看別家的這個 這個訓練條件齁 像 像那個 馬谷啊 馬谷要訓練30天 或240個小時 等於是他三倍的量喔 有一些公司 他是會規定 這個負責人要參加600小時的培訓 像清新 是600小時的培訓 600 那你覺得培訓多好 還是培訓少好 如果以一般創業的 他完全沒觸碰飲料業的人來講 應該是多比較好吧 好沒錯 這個問題在於我覺得培訓的內容到底是什麼 因為其實很多加盟的培訓喔 是可能其實真正上課就上一天或兩天 然後其他是你自己練習 不是 其他是把你丟到一家店 讓你當那家店的店員 然後秒心水嶺喔 好像是實習生的概念 對對對 所以我覺得這一點在加盟之前 我們都要問清楚 到底他培訓的內容是什麼 對不然等一下去 他跟你亂上一堆課 那其實也沒有意義啦 也是 這個很重要吧 大家都沒有注意到 所以到底培訓內容是什麼 我覺得很重要 而不是培訓你多長時間 或什麼東西 重點是培訓的內容 對跟方式 那這一點我就要分享一下 就是說 這個也是很加分的 因為一般來說 譬如說你總部 他會叫你準備譬如說300萬 這300萬就是傳統的加盟的方式 這300萬可能包含了加盟金 包含了授權金 然後包含了一些設備 然後包含了裝修 那裝修都是總公司 配合的設計師跟公班 所以就變成說 你覺得總公司 會不會賺一手 一定會啊 對一定會賺一手 所以就變成是說 在裝修這一塊 你有可能會被加盟總部賺到錢 但是廖小辣這個方式就是 他設計圖給你 他會報價給你 如果你覺得價錢不OK 你可以自己找公班來裝修 所以這樣就有一個便宜 就有一個加差 你可以自己去比較 所以其實這個裝修費用很可觀 一家店的裝修費用大概都在100到200之間 如果今天是網美店可能甚至會到300 那你打個八折 其實就有一個二三十萬四五十萬的差距 其實很大 然後再來就是裝修這件事情 也是加盟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因為有一些公司啊 他就是你加盟可能第一年第二年 終於賺到錢了 可能加盟加電 這個淨利潤已經賺了一兩百萬了 很開心對不對 結果公司就說 我們兩年之後 我們要重新調整我們的店的設計 然後你就重新裝潢 錢又全部搭回裝潢裡頭了 所以真的很重要的地方就是 如果你今天要加盟飲料店 那個裝修成本真的是越低越好 所以這個部分是一個很重要的 那聽起來在廖老大他設計的機制 因為我有實際去看他店 他店所有的裝潢 所有的東西都是用很便宜的 並不是說便宜就不好 而是說他可能這樣子可以降低 大家這個在汰換他裝潢的一個成本 還有因為有時候會遇到你可能電租有問題 電動漲電租 你可能不想要租在那邊 你要移 裝潢搬不走欸 那所以就這些錢都會燒掉 所以這個是加盟或創業 尤其餐飲行業特別容易踩到的雷 這個要特別注意 這個部分我覺得蠻一般的 就每一家加盟店都會做 那我諮詢過十幾家的飲料店老闆 他們都會說飲料 能自己送就自己送 因為為什麼你知道嗎 被抽成 那為什麼會強調是飲料店嗎 你知道嗎 因為飲料店不能做變形菜單 譬如說現在餐飲業餐廳 他跟FUBERNA配合 他跟UBERNA配合 他都會做一個變形菜單 就是外送使用的 我懂了我懂了 譬如說牛排 減料啊或什麼的 料會被減少 牛排會變小塊 對對對 或者是只有外送才看得到的那個菜單 所以等於是說 他被外送平台抽成的這個部分 他可以靠他變形的菜單去補回來 但是飲料店沒辦法 可是飲料店現在他如果是跟外送 有些價格會提高啊 對有一些是他定價就會提高 可以加一點點 但是他不能做變形的菜單 就是他不可能說 就是如果你今天 你今天如果用外送叫珍珠奶茶沒有珍珠 他沒辦法變形 所以這個地方就容易被抽到 因為真的每個飲料店老闆都說 能不要叫FUBERNA送 就不要叫FUBERNA送 因為幾乎根本就沒賺 那至於我覺得總公司介紹會計師 幫你做申請立案這些東西 我覺得這個就很一般 就是每一家公司都做得到 甚至你自己找個會計師幫你協助處理 你都可以做這些立案申請的動作 甚至你自己都可以去市政府跑 如果你想省這筆錢 連會計師都不要找 自己去跑流程其實也不會很困難 大概一兩天的工程 就可以讓你省一兩萬塊 那這個部分呢 就是跟裝潢很像 就是因為裝潢的部分 就是總公司想要賺你一手 他也想要賺你一手 所以他也規定要一樣的 那廖阿這個很不錯 就是你連拿二手都可以 怎麼那麼好 那意味著什麼你知道 你記得他的電是怎麼樣變過來的嗎 一方變成那個 所以他的設備其實就拿 原本一方的設備就直接用了 所以他這個也是可以讓一些 本來加盟某一個品牌 不開心的人 他可以換加盟這個品牌 但這個也會衍生一些缺點 就是說你想想看喔 他這樣子是不是每個人設備都不一樣 對啊 那會不會做主證書 對啊會不會有差 對這個是風險 所以這個也是你要去評估進去的 因為設備如果他可以買二手的 那是不是二手的規格 是不是跟總公司的不一樣 那可能珍珠要組 可能就有不同的組法 那就會影響他的品質 所以這個要特別注意 但是的確 這可以讓你省到成本 因為你整間店的東西都用二手的喔 就打六折而已 真的真的我跟你講 只要六折 就是你譬如你裝潢 你的設備 設備款五十萬 你如果拿二手 大概只要三十萬就搞定了 所以其實也可以讓你省到錢 對 這個部分也是對 特別強調 就是我們不抽成了 這麼屌喔 我們就不抽 那他賺什麼 對 所以他就他的強調就是說 我今天就是不是要賺你的錢啊 我今天就是要讓大家可以抽 可以賺錢 因為一般傳統的 傳統的加盟 對 就是飲料傳統的飲料鍵加盟 就是他會幫你的原物料 對 然後原物料每一個都給你抽錢 對 所以這個是他釋出一個很佛心的善意 可是其實這個模式喔 找在其他的類別 找就有了 譬如說早餐店 有一些早餐店也不綁原物料 你跟他加盟 他就是給你那塊招牌跟裝潢 那原物料他也不過手 他還是直接給你 因為現在是一個太消費透明的時代 包含B2B一樣 所以要找到便宜的廠商也不是那麼難 所以他就這個合約裡頭就不會擬定說 你一定要給我進原物料 原物料你可以自己跟廠商採購 對 但是這個部分喔 其實他會有一點風險 那風險是什麼呢 就是 雖然我們讓這個店家有這個毛利提升 因為本來本來你原物料很 的成本很重嘛 讓你沒辦法賺錢 那原物料算下降了 但是能不能真的要降到多便宜 有一個很關鍵的核心因素 就是店家數 店家數 就別說料啦 大他這個品牌的店只有三間 跟三十間跟三百間 三百間一定比較好 跟原物料商談價格 對啊 因為是三百間量嘛 可是如果只有三間 只有五間 只有十間呢 其實價格未必真的壓得下來 雖然你可以直接對應那個廠商 這個是一個很有趣的部分 就是說被人家抽成的話 或者是被塔價格真的會買貴 這也未必 因為有可能他的底價是比較低的 他塔的一個價格是這樣子 賣給你的價格是這樣 可是有可能你自己去進貨 談到價格就是這樣啦 也不一定比較便宜 懂嗎 所以這個是一個迷思 我覺得這是一個迷思 所以我覺得 身為一個加盟者 你應該要自己去了解 就是你的原物料 會影響你的毛利率 到底有多少 並不是有沒有被抽這件事情 就一定貴 並不是被抽 或者是被塔價格 就一定貴 我覺得大家都容易誤會 對 所以這個是我覺得一個潛在的風險 就是到底料大這個店 到底最後我們 譬如說我們開出一個高原期 就是到最後成熟期的時候 到底是幾家店 這件事情也是風險 所以你說我要不要加盟 我有認真做功課吧 不是隨便要加吧 有有有 可是這一次是有投票的機會 但是對餐飲業來說呢 其實他也有一點風險 就是他會失去產品的穩定性 就是因為餐飲業有句話是這樣講 就是穩定比美味更重要 對 因為美味是主觀的 穩定是客觀的 就是說 就是說有一些東西 他可能東西我們覺得不好吃 可能有人覺得好吃 他一直做出那樣子的味道的東西 他有鎖定一群客人 那如果他的品質會改來改去 是不是就容易沒有辦法鎖定客人 但是換另外一個角度 其實他等於是拉長 他跟廠商的磨合期 就是說 我們就一直試 就有點像你知道小時候 我們吃團散啊 我們學校以前吃團散是 我們每一週都會投票 最難吃的廠商踢掉 換一間新的進來 對 就是每一週都會 因為我們每週都吃不同的便當 然後吃完之後看哪一間不好吃 我們就把那間踢掉 可是踢到最後 就會沒有廠商可以踢了 因為剛才踢都踢掉了 他就穩定了 所以其實最後也是會出現那個穩定 來提供這個品牌的原料商 只是說 我覺得有趣的是 加盟組是有機會參與的 只是在參與 在投票 在選擇的過程中 這一段時間 這個品質就是可能會有 不穩定的狀況 對 不過這個東西就是 好處就是 身為加盟組 假如你要加盟你是有決定權 你可以去影響 想要用的原物要的方式 對 所以我覺得這是好處 就是必須意思說 加盟就有三種型態 因為一般來說 譬如說有一些工 有一些加盟品牌 他就專門做餐車 對 有一些加盟品牌 他就專門做夜市 有一些加盟品牌 就專門做店面的 對 他三種都有 然後三種所有一樣的加盟金 這樣合理嗎 我覺得加盟金這個OK 只是說他真的有辦法做出三個不一樣的版型 你看他需要三套的外觀設計 對 三套的工作流程動線設計 三套的這個整個銷售的一個方式的設計 所以他都要有三套 那我覺得這個後面兩種會很像驚喜包 對啊 因為現在我們目前只看過店面的心態 對 不知道他在夜市賣 或者在餐車賣會是什麼樣子 但是我覺得這也是 就是如果你今天覺得你今天創業的東西 風險不穩定性越多的東西 其實越有可能獲利 因為所有東西都很穩定的 其實他獲利就不太可能大幅度的成長 我舉一個例子 像清新 對 你要加盟的時候 其實總部跟你自己都已經可以算出 這間清新一個月可以賺多少錢 因為清新太穩定 多少比例的人在合清新 清新有沒有一個大數據 對 有他都猜了 他都已經科學調查都調查出來了 但是調查這個有沒有辦法 沒有 所以有可能會摔死 也有可能會賠上天 對 這個就是新品牌的一個優勢 值得冒險的地方 這可能是一些文書的手續費 我覺得這個還好 這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好聊的 你有沒有覺得好像在幫他做面子 因為錢是要交給總公司 讓總公司去做食材 但是我想加盟他應該是喜歡這個人 對 對 那 就是我覺得大家會比較沒意見 但是這個 銀利10%是總公司 還是 哪一家店沒有講清楚 就這10%是拿總公司的銀利的10%去捐 還是拿 加盟店的10%去捐 這個他在文案裡頭講得非常不清楚 這個就要部分要小心 那為什麼會有這一點呢 是因為有一些加盟的體系 如果你今天因為你自己決定要搬家 或你自己決定不做了 對 他會跟你收違約金 或者是沒收你的保證金 會罰錢的意思 那他的意思是說 如果你放棄不做是不會罰你錢的 所以這一點也算佛心 這一定要的啊 對 我覺得這個很像明星加持 你可以想像 有一些粉絲 他怕36萬跟廖老爺見個面 他是覺得很划算的 對對對 他一定覺得很便宜 像我一個好朋友無尊 他自己也開飲料店 那 不是 不是帥的無尊 是不帥的無尊 那他自己開飲料店 就是他自己也會去站牌 所以這個算是這種店的加持 因為有一些 比如說八點檔的女星 他也副業是開飲料店 他也都會去站台 那我相信這個有流量 對 那但是這個模式 就很吃客群跟觀眾 為什麼 因為像你 我跟你講廖老大是誰 我就不知道是誰 完全不知道是誰 所以等於是說 你那個店的那個東西 他會吃受眾 像你喜歡網美店的人 就不會 可能就比較不會喜歡 就不會喜歡廖老大這種店 那相對廖老大去站台 對你來說 那是誰啊 穿著一個黃色衣服的阿伯 那是誰啊 會變成是這樣 所以這個油 這個部分就是很吃受眾 對那 就是等於是說 這個品牌的內容 要跟這個受眾 是有打嘎的 就可以 像他就不能去站台網美店 因為很怪 他的店就是比較土性 你可以看菜單就是很土性 就是很台灣的感覺 對對對 因為他算是賽車界的台灣英雄 對對對 所以他野心很大喔 他還想做別的 對他野心很大喔 他還想做滷味 還想做雞排 當然這是他想想啦 因為我真心覺得他沒有做過餐飲 他可能這一次做也有可能會嚇到 就是嚇到之後發現沒那麼好做 還是去改車子比較好 對他是主要他主要是做避震器 那個賽車相關的一些改裝品 對所以這個部分就是 這個部分就是當然就是 我覺得以聽聽就好啦 因為你會不會開不知道 這是畫大餅 總部為你吃餅啊 基本上以料有大 除了他那一杯比較特殊的詐欺 那一杯100塊 我們不把那杯烤完進去 因為那杯是點好笑的 扣掉以外呢 現在台中直營店 他的這個價格落在是30到70之間 對那你覺得是平價的嗎 可以啊 我也覺得蠻平價的 就算價格有增減 那就是20到80之間 就是正負10塊 我覺得價格是相對低廉的 以現在的飲料的業界來說 因為現在新創的品牌 飲料業界都很貴 都貴到爆炸 不知道再貴幾點了 那我這個之前前面有講過 其實在加盟總部都會規定 加盟組一定要跟外送平台簽約 原因是什麼你知道嗎 有一個很黑暗的地方 就是因為這樣報表會看起來比較漂亮 是喔 我可能Fu Panda 我Fu Panda送 我叫外送 有可能送一杯賠一杯 或是送100杯 一塊錢都沒賺 但是 是不是那個賬面上 發票上就有100杯的量 對啊 那我是加盟總部 譬如說你是要加盟的人 我就跟你說 我們店都很賺錢 你去看哪一家店 一天都賣七八百杯 裡頭有300杯外送 那一家店根本就沒賺錢 這個超黑暗 大家都不知道 所以你帳面會看起來很好看 但是實際上 其實沒有賺 根本就沒有賺 所以這個是 這個是一個很可怕 就是說 會讓這個 會讓這個 會讓這個報表啊 營收看起來漂亮 但是實際的這個利潤喔 慘不忍睹 加盟組根本沒賺到錢 所以我覺得這一點也不錯啦 就是他不會強迫 你一定要跟Fu Panda簽約 或一定要跟吳北地簽約 因為大部分的 大部分的加盟都會規定 你一定要簽約 因為他為了帳面好看 那我覺得這無話可說 就跟所有的加盟組不一樣 CI這個要全部都統一 這個沒有問題 這一個部分 就是很吃藥老大這個人的流量 跟持久度 就是說他一直很紅 他一直賣周邊商品 那當然就是 因為只能在那個點銷售 你順便去買 就會順便去買飲料 所以這個算是對 這個是 一般的加盟總部不會有的利多 那如果有的話 也是他們會找明星來聯名 譬如說 有沒有 不是有那飲料店 會跟鬼滅之刃聯名 跟皮卡丘聯名 跟什麼公仔聯名 大概是這樣的概念 所以這個也不算料老大獨有的 因為其實其他的也都有 只是說他綁定的人物就是 吃他自己 吃他自己 他意思是說現在家會比較便宜 以後家就會更貴 那每一家公司都是這樣做的 越多人家他就會爆得越貴 對 所以前面家是便宜 對 所以現在這個品牌很出奇對不對 對 所以他加盟的相對他是比較有優勢的 沒錯 因為他是便宜的 我們是買他的未來 但是 要看他未來做不做 如果做不起來 當然就沒話說 但是如果做起來 你找加盟的就很刮算 對 我一直很記得 就是你以前念的那個學校旁邊有三間親 是一對兄弟開的 親心剛出他們就加盟 前三間店是在台中 然後是同一個兄弟開的 怎麼那麼好賺 一路開了三間 但是那個時候親心沒有什麼知名度 所以有時候加盟的時候 你不要想說真正人家很成熟在加盟 很成熟的 基本上利潤也變很薄了 對啦 所以這個是你可以去評估的 我覺得 我覺得他把這條列出來感覺很 好奇怪 有點小氣 這不是本來就在附案裡面嗎 對我覺得就沒有什麼好講 可是他把它列出來 那現在目前廖老大的 這個飲料店是沒有制服的 現在他的制服都還是傳他們奇異集團的制服 對對對 所以他目前是還沒有制服的 不知道以後制服設計的成什麼樣 但我覺得這一點他不應該列啦 給廖老大一個建議 我建議不要 有點奇怪 對我建議不要 直接附上去就好了 對直接附就好了 好奇怪 這個我覺得沒有什麼 因為就每一家店都有這樣 甚至一些傳統的加盟店 加盟企業規定更多 可能他的規定是一本書 你知道嗎一本書 但他這個規定 我相信都還會慢慢再做調整 因為我相信他是一時興起 想要來搞這些東西 對那這個也是現在商務模式最可怕的一個 一個 一個 這個 現在這個也是一個商務模式最可怕的一個狀況 嗯 就是叫做跨界打擊 就是明明他就是做一個汽車產業人 他一定要來打亂 對啊 飲料市場 而且他是不是真的會打亂 有可能喔 會被打得很亂 因為他仗著我不賺錢 我當個不賺錢加盟總部 我都願意做 別人要賺錢嘛 對啊 對啊 因為這個就是跨界打擊 就是現在商務模式 就好像 呃 你是彩妝師嗎 你會很難想像你之後未來的對手會是 會是誰 就有點像 豐田集團 福士集團 那麼大的公司 他沒有想到他真正最大的對手 竟然是一家新的小公司 然後是坐電車的 嗯 就是這就是這都是一個 這都是一個很異居突襲的一個狀況 嗯 那沒有提到的是一些部分 就是說 他這樣子的一個經營模式可能會有同品牌 但每一家店不同調的狀況 譬如說行銷方式可能會不一樣 對 譬如說有一些公司他可能就 呃就是 就有一些店他可能就請個大奶妹啊 去搖啊 嗯 那這樣的行銷到底可不可以 會不會破壞這個公司的形象 或關 呃會影響觀瞻 那可能產品的產出會不太一樣 這都會影響 那我相信他這種 廖老大這種非常態性的加盟心態 嗯 未來一定會問題很多 就是因為很多東西不明確 你看我們剛剛念出來 好 但是也有可能會有爆炸性的成長 嗯 那因為創業本來就有風險嘛 嗯 廖老大的初衷本來就是想做一個 與眾不同的加盟總部 嗯 讓大家有一個創業的機會這樣 最後我要講最重要的兩個點 這兩個點是最重要的 嗯 第一個就是如果你真的想要開店 不管是不是加盟廖老大這個品牌 第一個很重要的就是地段 有一個好的地段真的很重要 嗯 因為大家都其實對地段這個事情 叫地段要天時地利 對啊 什麼叫天時地利 第一個你需要大量的科學的這個數據 對 就是人流啊 車流啊 那邊住的人有多少啊 是不是上班族啊 這些科學的科學的根據 科學的數據 那另外一點 還要有明確的在地法則經驗 就是說你對那個區域是熟悉的 嗯 你才有辦法開到一家好的店 就是要有科學的數據 加上在地的經驗 兩者結合才可以選到一個好店 嗯 那如果你說啊這個我都不會怎麼辦 嗯 其實我教大家一個很土性的方法 譬如說你看到一條街 那條街有三家飲料店 對 開蠻久的 那那邊有沒有機會開飲料店 有 因為就表示他都可以養活三家飲料店 對 好那很簡單 我們那三家飲料店呢 我們去數杯數 去數杯數 就在外面數杯數 喔 一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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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 你說一整天坐在那邊 一整天坐在那邊 看幾個人進去這樣 不是你前面都花幾百萬了 你這個功課先做OK嗎 不然你要是有沒時間有錢 就派人去數 嗯 一杯算一盒 一杯算一盒 看他這三間店 一天到底可以賣幾杯 喔 除起來的綜合數 就是這一家 這一個商圈大概有的一個杯數 或者是說 他的總杯數 就是這個商圈的消費力 喔 對就可以這樣子去 這個很簡單對不對 好聰明喔 這個叫做田野調查 好創業一定要做這個事情 前面功課做很多 你後面就不容易賠錢 好 好 再來第二點呢 一個很重要的 超級重要 最重要一點 就是人事成本 喔 我每個 我在做這一集之前 我已經打了 打鐵十幾家飲料店的老闆 哈哈 每一個老闆都跟我說 什麼 你要開飲料店 你人要請的到 請不到不要亂開 他的意思是說人非常難請 像 對啦 員工很難請 不是員工很難請 餐飲業的員工特別難請 因為工作辛苦 但是實行很低 對 就是工作其實三位辛苦 然後薪資又不高 對 你看現在的年輕人 可以做電腦 可以 不是做電腦 可以做辦公室 吹冷氣用電腦這種就好啊 對 還要在那邊咬 不要不要 因為沒有冷氣 我不要不要不要 這也是齁 要找到人 對所以他要請的難易度就相對很高 然後人的流動性很高 所以這一點是千萬不要開玩笑的 所以最好齁 自己可以下去顧店 你要開這個飲料店 自己最好要下去顧 不然就是要一個非常值得 信賴的一個店長 經理人可以幫你顧 這很重要 就一定要有這樣的一個人 不然的話 你不要覺得說 大老闆我就花錢請人就好啦 現在的問題就是 花錢也請不到人 對 花錢也請不到人 所以 這個問題就 就沒有辦法解決的話 基本上 這兩個問題啦 你沒有辦法解決的話 絕對不能開 那我現在 我不是很衝動 對 今天每天遇到公司的每個人都問我說 你這要開電腦 一堆朋友打電話來給我 粉絲一直問我 你這要開喔 每個人都打電話問我 酷炫的飲料店都倒了 你還要開喔 就是一直向我這樣 但是其實我真的有要開 但是問題是我需要找到這樣一個keyman 對 就是說 因為我在跟一個很親的人在討論這件事情 到底要不要開 如果他願意下去做 那我們就可以開 所以如果你可以克服這兩個問題呢 我認為完全可以加盟 同意吧 如果有人願意幫我們一起做 那我覺得絕對可以加盟 那當然也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跟我們一起探討加盟的看法 那到底廖老大這個品牌到底能不能加盟呢 希望我這些意見呢 也給廖老大聽到 可以調整一下你 對啊 欸我也是專業創業主好不好 雖然錢沒賺他賺得多 但是我覺得他是一個很令人尊敬的前輩 因為他有賺到錢 那我希望這一部影片呢 對他有幫助 他可以根據這些去稍微去調整他加盟的一些部分 因為畢竟我在加盟協會已經很久了 我對加盟是很久了解的 那也歡迎大家在下面交流討論 分享一些意見 如果說錯地方呢 也歡迎大家在下面幫我補充 我是Gentlemen法帥 我是珍妮 我們下次見拜拜 這支影片剪完之後 廖老大也停止加盟了 因為他說加盟呢 整個大爆滿 也說請大家想清楚 像想退呢也可以退 我想這是好的 也透過這支影片呢 可以想一想廖老大生意是否適合你 也謝謝廖老大給大家一個賺錢的機會 把好的商業模式分享給大家 希望大家能夠輕鬆賺大錢 而且 可以 只要沒有 可以 拍下來 反正